南北大道在发生死亡车祸 一辆阿克西亚轿车和宝藤赛家轿车相撞 双双坠入路边沟渠 导致一家五口中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车祸昨天下午待遇五点钟 在南北大道往北方向第349公里 靠近美罗处发生 阿克西亚轿车和宝藤赛家轿车相撞后 坠入大道旁的沟渠里 导致其中一名59岁妇女重伤毙命 据了解当时死者的车内载有四名乘客 死者五岁的孙女也身受重伤 另外还有三名男女受伤 至于另一辆轿车的无一男子则没有受伤 校诊员接获投报后赶到现场使用工具 将加困车内的所有伤者救出 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死者遗体也送往医院太平间解剖 导致先生问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